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新的轿车预告图 新车将在2016年11月18日开幕的广州生产上正式亮相 巨蟹新车基于荣威Vision2概念车打造 造型十分饱满 尾灯造型也非常的别致 而在动力方面 新车或将提供3缸1.0T和4缸1.5T两种动力系统供消费者选择 最大输出功率分别为125马力和169马力 日前梅赛德4AMG官方正式发布了AMG GLE43的官方图片 新车在外观方面延续了GLE450车型的整体设计 但作为一款AMG产品 新车配备了大尺寸5V轮圈 视觉效果十分运动 内饰部分也基本保持了现款GLE的设计风格 动力方面 新车将配备一台3.0T双五轮增压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为367马力 同时 该车还配备了4Magic四驱系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汽车微报的全部内容了 欢迎大家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Vager.com 当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Vager获取最新的推送 汽车资讯为借播报 我们明天再见咯